另外有一個噴霧 你舉了什麼波仔按鈎 昨天我講過噴霧,林康正他們都沒有,你何樂會有 每一樣產品,我的網友會告訴你 你不用拿那麼多,你一天送貨 他們就不知道,他們不是我 第一,我是不能,即使我這裡不是貨場 我都不能讓我的貨場有不整齊或不漂亮的地方 或是沒有貨,是很不奴隸的 有生意沒有貨,你真是不能在那裡吐 大家都猜不到我昨天這麼說一說 今天我不想跟大家說我買了幾支 親自上來買了一支48元的噴霧 甚至乎是今天12點多買完 那個女生6點就上來買了10支 因為是馬上知道的 為什麼呢?譬如很簡單 譬如你回公司,譬如你有個衣服 整天不用穿了幾年 你自己薄下去都覺得臭的 一噴霧就沒有了味 不是香了,是沒有味 這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其實那裡有很多滿菌,很多細菌 特別是衣服、針織那些 噴霧就沒有了菌,菌死了就沒有味 大家知不知道太陽呢?曬完太陽的衣服很香 你知不知道那是什麼味道嗎? 曬完太陽的衣服 那些是陽光,將在被衣物上的滿菌 殺死了滿菌屍體的味道 現在我們不是說香炸,是沒有味 當然,我跟那個女生說 其實噴哪裏都可以的 你應該說壞事 其實噴女性下體是指定這種產品 這個產品本身的作用之一 而且48元 我就認為大家真的要買的 我也不特別說,什麼要入錢 你不用,商來買 明天我會再放幾箱 但我放不到很多 我一定是用卡通來計 不是用卡通來計 因為特別是你出埠 其實不要說飛機 你以為枕頭真的下下洗嗎? 就算下下洗換屁袋 你真的有時候會聞到一股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當然我們跟跟團塊 自己出去住的酒店不會差 一定是四、五星 但真的有股味 噴一噴,就行了 那麼加上噴電話、噴口 這些全部都可以的 這些是要試的